今晚深喉咙有多深化多深 经过长达43小时的马拉松拉巨战 南北韩高层终于在板门店握手言和 金宽正表示南韩要求北韩就地雷事件道歉 并承诺不再挑衅 因为双方无法再细节达成共识 因此拉长会议时间 而两韩共同发出六大声明 除了北韩难得低姿态反省 双方更为了改善紧张关系 将继续在首尔或是平壤展开政府高层会谈 南韩也同意即刻起停止播放新战喊话 北韩则是撤掉武装解除备战状态 甚至协调今年中秋节 共同安排双边离散家属见面 未来更有机会发展民间交流 原本两韩互相开火 北韩甚至暗自调派前见 战事一触即发 从二十二号开始 南北韩姿态放软 各派两名高层官员会谈 会议一度没有共识而中断 直到二十五号凌晨才妥协 两韩大和解 美国也乐观齐程 不到一个礼拜的对峙 两韩关系波云见日 国际间只能暂时松一口气 但这次的协议能够维持多久 没有人能够打包票 记者陈杰映报道